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 看到他的状况之后就立刻把他送医 最重要的他真的带兵带行 关心部署 情理轻微 韩正宏专业形象 让昔日同袍印象深刻 成为文武兼备的士官干部 去年九月才接受总统蔡英文佩戴勋章 韩正宏是国防部首任总士官长 位居三军士官兵之首 号称兵王 士官在他的带领之下 变得跟我们军官是平起平坐的角色 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士官参谋总长 官拜三军士官最高位阶 国防部的追悼名单也把他列在第二位 警局参谋总长沈一鸣上将之后 事发后更破格货班 九等云辉勋章 扶絮金按官接勋奖章 还有从军34年年资领家 一年增加数千元不等 为他一身的奉献至上最高敬意 三连新闻 吕少布 吴亚婷 台北报道